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年是龙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龙人年徒手工,你们快点去准备好材料,跟我一起制作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龙人年徒手工,那第一步咱们先来看一看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当然了,你首先需要足够量的年徒,超清年徒,我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会用到很多的蓝色,然后呢,需要红色,黄色,还有少量的白色。 当然了啊,这个是我设计的颜色,你们呢,如果说不想用我的这个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去换颜色,但是大家请看一看我们的设计图,感受一下我会有几个颜色,你会需要几个颜色。 那除了年徒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一把小剪刀,我们一会儿要剪一下年徒的这个特别的图形,然后还需要两个小工具,这两个呢,一个是小刀子的工具,我们会轻轻地做一些文理用。 那这个工具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用一支签笔啊,或者是一支笔来代替,就是任何的工具能让你在年徒上扎出一些洞啊,什么的,这个工具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是随便的。 那这个东西呢,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被替代的,呃,你可以找一个比较硬的这个电板呀,或者是尺子,比较大一点尺子,呃,干嘛呢,我们要做这个方形,就是这里有一个方形,所以要把一个圆形压成方形,所以任何平面的硬的东西就可以了。 啊,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材料,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那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步骤,我会把所有的分布图全部都画出来,这样子能够帮助小朋友更好的,这个去理解他的形状。 啊,那咱们第一步要干嘛呢,第一步要做一个巨大的圆球,并且呢,把这个圆球变成一个方块。 啊,这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龙人的头部,哎,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小龙人的头部,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先制作他的头。 那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那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拿出你们蓝颜色的黏土,哎,如果你拿的很多呢,你拿的越多,那么你的这个小龙人啊,做出来就会越大。 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对黏土不熟悉的小朋友啊,请你用这个更多的黏土,因为如果你做的很大,一会儿会让这些细节啊,变得更容易一些。 你如果做的太小呢,那这个细节制作起来,其实会更难。 好的,咱们的第一步是一个圆球,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啊,能给揉出一个巨大的圆球来就可以了。 哎,任何的方法,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先制作一个大圆球。 那接下来,怎么给它变成这个,这个方形呢,就要拿出你这个硬,嗯,这个硬片啊,书啊,尺子啊,什么的都行啊,我们只需要这个硬的东西。 然后,咱们来这样啊,放在它的上面,轻轻的给它向下压一下,不要太时间,你要太时间,它都会变成一张大饼啊,我们不能让它变成一张饼,看,我压了一个面,对吧? 现在它这个侧面已经变得这个方了,那我要再给它看,然后我把它立起来,然后轻轻的在这个面上轻轻的压它。 那我抬起来的时候,你们看,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已经开始像一个有一点圆润的长方形的感觉,对吧? 那还要怎么办呢?咱们要把它在这样子竖着立过来,然后再轻轻的去压它。 这样子,你六个边,这个把球就变成了一个六个边缘,稍微有一点平的这么一个小方块,啊,可是我觉得它还不够方,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继续调整它,每一个面,你都要这样子,你这样子翻滚它,然后把每一个面都给它压到。 看到了没?你多调整几次,它就会越来越方,越来越方。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制作方法。看,我来反复反复的压它。 它就是我们小龙人的脑袋。 好,我现在呢就停留在这个面,我让它变成了一个稍微薄一点点的长方形。 这是我小龙人的脑袋。 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 好,那再接下来要干嘛了呢? 再接下来啊,咱们就要给这个小龙人的脸,加一个脸。 这个脸怎么做呢?大家注意看啊,我先画上来。 我们需要一个薄薄的小方块,贴在这个位置,将会是小龙人的脸。 那脸,如果你没有这个肉色,你要怎么做呢?你可以用红色加白色。 它会变成这个粉色,对吧?粉色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当成小龙人脸上的这个肉色。 那如果,这个,对,这个粉色就可以当脸啊。 如果你家里直接会有肉色的话。 什么是肉色呢?就是像你skin一样的color。 ok,这个叫肉色。如果你直接有这个颜色,那你就可以拿出来用。 怎么用它呢?你就请看啊。 这一次啊,咱们要把这个肉色揉一揉,然后给它压成一张小饼。 看见了没有?我们给它压成一张饼。 记住,一定要在你的桌子上按,不要放在手里按啊。 为什么要用桌子按呢?你把它放在桌子上时间按。 你看,这一面坑坑洼洼的,对不对?因为它跟你的皮肤接触。 可是你翻过来看那一面,非常的平整。 因为这是桌子帮你给它按出来的。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在桌子上按啊。 然后我们用小剪刀,剪一个小方块出来,当它的脸。 你试一试,用你的剪刀,直接剪一个小方块。 像是你得到了一个方形的片片。 看,看到了吗?我剪出了一个小方块。 这就是小龙人的脸。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就给它贴到这个上面去。 轻轻的按,它就能够贴上去了。 好,剩下的你就拿掉。 记住要放回盒子里,不然它会干。 再然后,咱们要制作什么呢? 再然后啊,我们要给这个脸镶一个金色的小边。 金色就是黄色。 我们要在这里,揉一根很长的细面条。 把它放在这个肉色脸的外边,围着它放一圈。 那我拿出了黄颜色的黏土,不需要太多。 为什么呀?我们要揉很细很细的面条。 揉面条大家都会吗?你们会揉很粗的面条,对吧? 所有人都可以揉成很粗很粗的面条。 可是啊,这个太粗了,不行。 我们要给它揉细。 那怎么样从这个阶段,给它揉成更细的面条呢? 好看,我先开始用手的这个部分揉。 可是现在我要换成我的手指了。 看下来没,我如果开始变成我的手指头再揉的话。 看,它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 我用手指揉,我好掌控它到底有多细。 OK,哪儿如果粗了,我可以把我的手放上去, 就揉那个部分。 这样我就可以很好的掌控住。 哎,我具体要多粗多细,我什么时候停。 看,这样子是不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 看到了吗?用手指头揉啊,要用手指。 我觉得这个粗细啊,比较合适了。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看着啊,我们要把它这样子放在这个脸的上面。 看着,把这个脸的上面轻轻的贴在它的边缘。 这样子给它包裹起来一圈。 我轻轻的围着它的边缘,包裹一圈。 看,我把这个脸包裹了它的一圈。 然后多余的部分我就用这个剪刀给它剪下去。 这个部分咱们就稍微的给它调整一下, 让它看起来像包裹在这个脸上的就OK了。 看到了吗?多余的部分我们给它剪下去。 这看起来就已经很像我们的小人。 这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脸呢, 他整个穿了一个这个costume, 把整个头都给包起来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好的,再接下来咱们要干嘛了呢? 再接下来啊,我们要制作这个鼻子还有嘴巴的这个部分。 这是鼻梁,鼻子还有嘴这三个部分。 在这里。 那这里是要怎么做的呢? 第一步我们要分层做啊,我们这个嘴巴要分层做。 第一层是什么呢?第一层是这儿,这个部分。 好,它是由一个长方形或者是一个椭圆形组成的。 我们要给它加上两颗牙,尖牙,白颜色的牙。 然后,在上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我看看啊,咱们是先做鼻梁还是先做鼻子呢? 我们可以先做鼻子。 那鼻子是怎么样呢? 左边一个椭圆形,右边一个椭圆形,上面加一个大大的圆。 这就是一,一二三,就是变成了这个红颜色的鼻子。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鼻梁。 好,这个就是脑袋这个部分了。 OK,咱们先做这儿啊。 好,那继续拿出你的蓝颜色的黏土。 好,我稍微多拿出一点点。 还剩下的一定要盖好。 好,第一步,先做这儿。 看,我揉成了一个白。 这个是桶圆形。 我轻轻的按一下,让它变得有一点点扁。 然后我给它按两颗白白的牙齿。 这个白色呢,更是用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好,这回啊,我们的牙齿。 看啊,我们把牙齿。 你揉一个尖尖的小小的三角形就行了。 你要给它放在你的纸上。 然后不要动它啊,就直接放在纸上就行了。 好,怎么样呢? 把这个拿起来。 诶,看到了没有? 把这个拿起来,盖在他们两个牙齿的上面。 这样子就像是牙长在了嘴的里面。 好,看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龙的嘴巴。 嘴巴的一部分。 看,我们给它放在了最前面。 看到了没有啊? 它就有点像是这个是龙的脑袋。 这个是突出来的嘴。 好,光有嘴巴还是不行,不够。 接下来我们是做鼻子。 鼻子还记得吗? 什么形状来着? 左边。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一个。 很简单啊。 咱们可以把它做的稍微的大一点点。 好。 看,左边一个椭圆形。 右边一个椭圆形。 大家看到了吗? 左边右边都是椭圆形。 那中间请你揉一个。 哦哦,是给揉成混色了。 哼,中间请你揉一个大一点的圆。 或者椭圆都行啊。 大一点的圆形。 好,我们这个圆要怎么处理啊? 我们轻轻的稍微给它按扁一点点。 然后放到这两个椭圆形的中间去。 看到了吗? 左边一个椭圆,右边一个椭圆。 中间加上一个圆。 看,我放到了哪里。 看到了吗? 我放在了哪儿? 我放在了它上面。 那如果你有这种小刀子工具。 我们可以在这儿轻轻的给它压。 压出两个小鼻孔来。 就是轻轻的任何工具铅笔都行的啊。 咱们就这样子。 诶,让它看起来像两个鼻孔。 随便在中间那儿压一下就行了。 看,它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像这个龙的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大鼻孔。 好,那接下来咱们要干嘛呢? 在这个位置按这个鼻梁子。 这个鼻梁子是什么呢? 更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不用太长。 哦,等一等啊,等一等。 老师现在刚刚看到了。 咱们这个最后再按这个鼻梁子。 因为我们要把它的眼睛按在下面。 我们最后再按这个鼻梁,要把它的眼睛。 好,看着啊,就是左边一个眼睛, 右边一个眼睛。 先一层红,再一层白,最后中间点一个黑点。 就是它的眼珠。 咱们得先按眼睛。 哎,鼻梁子要在眼睛的上面才小。 所以咱们先按眼睛。 拿出红色。 好啊,拿出红色。 这是它的眼睛。 我们可以这两个做一个大一点的红。 这就挪到了它的头顶上。 看到了吧? 在它的脑袋顶上面来做。 看啊,中间是要留一定距离的。 我们这个中间是要按鼻梁,鼻梁子用的。 是浓的鼻梁子啊。 所以这里要中间留一个缝。 那上面加上两个眼白。 看到吗? 这两个圆形的白眼睛。 这个白颜色的圆球啊。 这回它要比红颜色小一圈才行啊。 它得比红的小。 你才能看到那里有红颜色的位置。 看到了吗? 这个白色比红颜色小一圈才行啊。 白色比红颜色要小一圈。 你看。 龙的眼珠你可以用黑颜色的黏土,或者直接用笔画上就行了。 我这里有油性的黑色水笔。 你直接画上它不会掉色。 但记住一定是油性的笔哦。 哦。 家里的沙笔是OK的。 水彩笔是不行的啊。 好。 再然后呀,咱们就可以给它安这个鼻梁子了。 哦,等等。 OK。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把眉毛按上吧。 来,按两个长长的眉毛。 在它的眼睛上按两个长长的眉毛。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你们可以自己调节它的眉毛的大小。 甚至是颜色啊。 都可以自己变。 你想要大大的眉毛。 看,这是我的一个大眉毛。 我就给它揉成一个,嗯,一边尖一边圆的这么一个形状。 像水地一样的形状。 好,左边的眉毛。 好。 好。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的正面。 这是上面。 好,现在真的是可以按它的鼻梁了。 放在这个位置。 咱们来弄一个长方形,长条。 好,我先揉成一个圆柱形。 然后呢,我把它按扁。 按扁一点。 我现在需要拿这个小刀子的工具。 然后咱们要轻轻在这上面。 按出几个这个横线。 这就是什么呢? 就在模仿它这个鼻梁子的这种感觉。 这个鼻梁子的感觉。 然后呢,就可以放到这里了。 好,看看。 从我们的正面看。 从侧面看。 这个侧面看,每一个人肯定这里是不一样的。 无所谓啊。 咱们只要从正面还有上面看,对了,就OK了。 你可以把它做的稍微短一点。 或者是往下按一按。 它中间的那个缝隙就不会有。 不过这都没有关系。 好,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龙的脑袋的侧面啊。 在这个顶上,这个左右扎两个大洞。 这个洞是干嘛的呢? 是一会儿放龙的鸡脚用的。 龙有鸡脚。 对吧? 不然它现在看起来会像一只老虎。 或者像一个怪物。 它得有鸡脚,它才像龙。 所以咱们在它的这个脑袋上面。 做扎两个洞。 那你的这个鸡脚是可以换颜色的啊。 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可以来换它的颜色。 看看啊,我有什么颜色想换呢? 啊。 嗯,什么绿色,紫色,黄色呀,都可以。 看看我有什么颜色,我要给它换一个紫色吧。 我突然觉得这个紫色可能挺好看的。 那我给它换一个紫色。 然后拿出紫色的黏涂。 我们的这个鸡脚呢,就是两个大的椭圆形。 一边煎,一边粗就可以了。 啊,你只需要就是最简单的,哎,揉成这样子的形状,我觉得就可以了。 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个增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难度。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鹿角的样子。 啊,都行。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安排。 啊,我的这个鸡脚可能太大了。 担心它会立不住,所以我要给它捡一个分下去,让它变小一点。 这样子可能好一些。 啊,这是一个鸡脚。 好,放进去。 另外一个。 啊,这块这个鸡。 好,看看。 我的这个龙。 现在有两个紫色的鸡脚。 来,就是前面这个是小人的脸。 上面这个才是龙的这个脸。 龙的这个头。 好,那同样的啊,你可以呢,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脸的侧面装一些像是龙的这个什么呀, 嗯,头发。 这两边我可以给它这个,这个设计成了头发, 让它看起来更漂亮。 那,当然了,你的这个头发啊,颜色自选。 什么红色,紫色呀,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自己来选。 嗯,我想我还是用红颜色。 那咱们这个头发呀,怎么做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啊。 咱们这个头发,做成这种小水滴形状,或者是椭圆形的小片片。 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四个都行。 然后呢,我们会拿这个小刀子的工具,在它的中间,哎,摁出一条线的感觉来。 从前面看起来呢,它就是像是小羽毛啊,这个毛发呀,等等等等。 试一试啊。 好,这是一片。 自己调整大小。 多大多少都ok的。 在中间轻轻的摁一条线。 这边摁一条线。 这样子。 我给它贴在脸的旁边。 如果啊,你的粘土粘性不够,比如说它如果老掉的话,那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用Super Glue。 用这个Super Glue可以给它贴在上面,保证它不掉。 因为有的人的粘土啊,很粘,一碰一下就会粘上去。 那有的人的粘土,像我的这个粘土啊,它就不是很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下别的材料,我们可以用Super Glue给它粘上去。 好,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设计图很像。 好,我这样子给它放上啊。 担心它这里会掉。 所以我轻轻的可以用它。 掉了是没有关系的,记住我们还有Super Glue的啊。 看到了吗?我用Marker直接画上去就OK了。 用粘土捏啊,这个不容易精准,那还不如直接用Marker画上去。 这个我们的小龙人的头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你看,从上面看,它就是一个龙的脑袋。 可是当你把它平放的时候啊,才发现,咦,它其实是个小人。 只不过它穿了一个龙的衣服,带了一个龙的帽子,包裹着它。 好,这个就是我们头的部分啊。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制作这个身体的环节了。 我先把这个头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的身体要怎么做呢? 来,分布图。 第一步,我们需要做一个大的长方形。 哦,这是长方形,长方体。 它有体积的啊。 能够支撑在这个头的下面,长方体它的身子。 然后呢,我们要在正前方,用黄颜色的粘土,剪出一个长条,作为它的肚子。 就是大肚皮。 这个身体做完了。 我们才会往上加它的手。 是它的手。 脚。 脚分成,它要是把这个全部都给你们拆分成图形。 哎,看到了没有? 这看起来很奇怪。 哎,别着急。 我们最后给它组合到里起。 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粘土。 所以第一步,咱们先来做这个身体。 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粘土啊。 最起码你要保证它的身体足够大。 做一个大大的长方形。 这样才能支撑住你的大脑袋。 哎,是。 先从圆球做起。 这一回呢,看着啊。 这一回咱们不从圆形开始改变它。 咱们给它先揉成一个椭圆形。 然后再用刚才相同的方法。 做刚才这个小方块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去。 去来制作这个长方形。 大家试一试。 看看长方形啊。 你要多摁几次。 让它成为一个perfect。 或者近乎于完美的长方形。 看到了吗? 近乎于完美的长方形。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它一会儿放到它这个身体上。 然后我这个是长方形啊。 然后制作它的肚皮。 它的肚皮这回是一个扁片。 是扁片的长方形啊。 不是长方形。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粘土。 好。 啊。 如果我自己随手一按。 你们发现了没有? 它按出来的是一个椭圆形。 OK。 当然了啊。 你说了。 老师我想让我龙的肚皮是椭圆形。 那没有问题。 你可以就直接贴上去。 可是如果你想让它的这个形状更精确。 那你就用剪刀去修理它。 看到了吗? 用剪刀去修理它啊。 不要不要用你的手去捏。 你也要用剪刀去修理它。 还可以用这种方法继续再给它放上去。 这个就变成了龙的肚皮。 变成了龙的肚皮。 然后我们拿这个小刀子一点一点的给它。 这个就是肚皮的这个指。 看到了吗? 这个肚皮的这个指是一个纹理。 来模仿它的小肚子。 而龙的这个肚子啊。 龙的不是我们人的肚子。 我们的身体部分还有肚皮的部分。 然后在侧面手的位置扎几个小洞洞。 一会儿要把手塞进去。 确确的说是爪子。 嗯,胳膊和爪子。 看左边和右边的洞。 然后我们的龙爪子啊,太好做了。 小胳膊。 小胳膊。 想象一下你是小人正在穿着一个龙的这个custom。 是不是你直接把你的小胳膊给做成这个样子就行。 一边尖一边粗。 一边尖一边粗。 如果你想要爪子啊。 如果你想要它的小爪子。 看。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刀子。 看到了吗? 现在这样子像不像一个小爪子。 直接可以用小刀子这样子给它刻出来。 然后放进这个洞里。 然后啊。 一旦放进去了,你就可以开始调整它的这个姿势了。 OK。 让它抱着它的肚子呢。 还是用别的什么姿势呢? 这个全部都你可以自己去调整的。 看。 这个是抱住它的小肚子。 并且它的手是小爪子的样子。 再来调整调整啊。 这样子给它放进去啊。 就会让它变得很结实。 等它干了以后呢。 它不会轻易的掉出来。 那像这个。 如果你直接粘上去啊。 它很有可能一会儿就会掉了。 然后把它拿起来。 它一会儿可能就要掉了。 所以那样子呢。 是帮助它更毛固。 我们的这个腿。 看左右。 两个腿圆形。 腿。 左边一个土圆形。 扁一点。 腿。 咱们让它扁一点点就行了。 小一点也行。 扁一点小一点。 。 爪子。 好, 这个爪咧。 我们这个脚丫的爪子啊。 OK。 这个我需要讲一下。 看啊。 。 我们要先做两个小圆球。 啊。 我们要先做两个小圆球。 老师把这些东西都往这边挪一挪。 在中间看清楚。 哎。 我们这个两个脚丫啊。 先做两个圆球。 然后我们把它按扁。 按扁。 这时候你需要用剪刀。 啊。 用剪刀。 我们需要在这里剪。 两下。 看到了吗? 让它变成一个爪子的样子。 然后把腿先安到身体的两侧。 看,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两侧。 这个像大腿。 哎。 蹲着的时候的大腿。 然后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起它。 放在你的这个爪子的上面。 看。 看到了吗? 就直接给它按上去。 让这个脚印。 这个爪子像脚印一样。 长在身体的这个腿的下面。 好。 看看现在从正代看什么样子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没有? 是怎么拼上去的。 看看它这个动作。 这个是怎么拼上去的。 这样。 好的。 后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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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我们一会儿还需要按一个它的尾巴。 但是不用着急。 咱们先这样子。 好。 现在你可以把你的龙的头还有它的身体啊。 拼到一起了。 拼到一起了。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老师这个在等待的时间啊。 太长了。 所以呢。 我这个粘土全部都变干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一个Super Glue。 我需要把它的头和它的身体用胶水粘上去。 如果你们的粘土粘性非常好啊。 是不需要这个胶水的。 OK。 只不过我的粘土粘力已经不够了。 看。 我现在用胶水。 我中间抹了胶水。 我现在可以把它的头和它的身体粘到一起了。 看来这个胶水肝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呢。 我没关系。 让它等一等啊。 等一等。 看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小人的这个头部啊。 其实它很重。 它很大。 所以呢。 你把它立在这个桌子上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往后倒。 对吧。 哎。 没关系。 为啥呢? 咱还缺一个尾巴。 看看没有尾巴。 这个尾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支撑点。 哎。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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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的支撑点。 所以我们这个尾巴一定要做。 并且呢。 给它做大一点啊。 我们这个尾巴要做大一点。 啊。 看看啊。 这个尾巴一定是又粗又大。 它不一定多长。 但是它一定很粗。 看到了吗? 粗粗的。 这样子你给它往后面放的时候啊。 它才能够。 继续摘一个洞放上去。 这样你给它往后放的时候。 看。 它才能够支撑住你的这个整个人。 这个龙人。 它不会往后去摔倒。 看一看。 看到了吗? 这个后面的尾巴。 好。 诶。 好了。 我现在这个胶水还没有干。 所以我这个头还有身体还在那晃呢。 它肯定要take time。 一会干了就好了。 好。 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的正面。 哎呀呀。 脑子又跑了。 侧面。 后面。 我的这个脑袋还没有干。 还在跑。 所以我得扶着它。 好。 咱们这个其实还是没有完的。 还缺什么呢? 就是缺它背部的这些毛发。 或者你说它是背棋也好。 嗯。 或者是什么也好。 所以我们还是最后需要把这些小细节给它加上。 那这些细节呢。 就是在重复刚才的这些这个步骤。 用小圆片。 或者是椭圆形的小片片。 做成这个样子。 给它放到它的后背上一排。 数量大家自己做决定。 这个从脑袋的后面啊。 背的后面啊。 然后呢。 尾巴上啊。 多少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啊。 大小。 好。 它甚至有点像我们恐龙的。 有点像我们小恐龙的。 这个叫什么呀。 啊。 后背上掌。 这些东西。 啊。 看到了吗。 啊。 后背上安不安都无所谓啊。 哦。 发现了。 我们忘记给龙安它的这个须子了。 在它的这个嘴。 哎。 从鼻子下面有两条须子。 龙须。 这个啊。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好。 那咱们最后。 再给我们的这个龙安上两条大须子。 我们的作品就可以完成了。 哎。 龙须。 听说没听说过龙须面啊。 是不是跟面条又是很像啊。 没错啊。 你就揉两根很细很长的面条。 然后放到它的这个。 鼻子下面去。 从这点。 啊。 老师这个黏土啊。 黏性不够了。 所以我一会儿可能又得借着我的这个什么呀。 又得借着我的这个超级脚水吧。 速度。 哎。 它可以从。 吃这个黏土的这个黏性真的是不行了呀。 还从它的鼻子。 啊。 OK。 我一会儿需要用Super glue去沾它。 那我先在这里给它做一个造型好了。 好。 看它这里弯一弯。 没有什么方法。 不行。 OK。 好。 好。 我一会儿会用超级脚水把这两个须子黏在我们这个鼻子的位置。 看到没有? 你要这样子黏上去。 哎。 如果你的黏土很软啊。 很sticky。 那你应该给它放上去放就OK了。 啊。 我的这个不行。 我需要我需要戒指超级脚水。 Super glue。 如果你跟我一样。 那请爸爸妈妈帮你们准备一个Super glue。 我们来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好。 然后看啊。 如果你能完成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这个小龙人的作品呢。 就算是完成了。 看看前后左右的样子。 哎。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你的这个黏土做出来应该是很漂亮。 很这个。 嗯。 叫什么啊。 很。 很。 嗯。 很平整。 很干净整洁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就是说明你的动手能力很好。 哎。 看到了没有? 好了。 那我们这一次这一期的手工。 小龙人就完成了。 嗯。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可爱的黏土作品的。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龙年快乐。 拜拜。 拜拜。 。 。 。